是不是要來合併選舉例 在全台灣基盤後5點的公協 今天是這個最後的一項 到了外面的這期說 在這段時間是不是會出現了 這個現場的空間 這個學者和專家他們不一樣看一看 不過之前說這個要修法 才可以來合併的這個中選會主委 鄧珀卡現在台頭有專門 他會知道說 不修法也可以來載 對總統立委選舉是不是合併 在同一間投票進行討論 只換意見的論點都有 但是有學者進一步提出 第一次投票並將管理可能受到影響 你及早兩個月的話 那等於是說 那個1月21號到3月20左右出生的人 就上市投票權 你一個決定就剝奪了5萬多人的投票權 還有總統提早跟立委合併做會選 是不是出現現場坑坑 有學者當中在辯論堅持自己的意見 這麼長的空窗期呢 對於我們現在的一些憲政 是有危機的 那是什麼空窗呢 總統在位一天就有一天的職權 總統會聽共同意見 會在四月車建議民調 已經四月十九委員會做出結論 之前表示總統立委合併做會選 必須先修法的總統會主委中方案 已經該公佈修法也能推動 如果可以完成修法的話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瑕疵 那如果沒有修法的話 就是我們在宣導上要很加強 就像手機的處分 兩個法的規定是不一樣的 那麼按照法學上是說要重研 中方案強調沒有受到任何政黨壓抵 那是修法當然可以讓學生做會選 推動是比較關心 但是要修法還需要跟內進步 以及在關於這條共識 經濟中跟進步來 嚴格台東竟有專門 記者總合佛島